字幕提供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卓探談》這節目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姚永安 今天和大家討論的話題 就是講騙人和詐騙的事情 當然要講騙人或甚至一些犯法的事情 當然要找一些有權威性的代表的人 很高興請來了黃家騎警的一位列治民警官 麥莎雷 上來和我們一起討論 麥莎你好,歡迎你參加我們的節目 Hello,Gabriel你好 沒多久之前 我跟黃家騎警一位超級警司做訪問 他是西人 但我看到你們更開心 除了大家用中文、廣東話一起討論之外 其實也很高興看到 我們的警隊裏面有一些華人 甚至是懂得說中文的華人 其實你當時是怎樣加入警隊的呢 我讀書那時 就參加了co-op program 我在多倫多讀書 參加了多倫多的警察的co-op program 對鑑證科有興趣 之後 讀大學 又做書企工 有些人說 喂,你有沒有想過做RCMP 不是,都OK 就開始看 申請 又批准了 又批准了我 九年之後 今時今日就這樣 OK,但你真真正正出來做警察 是在列治民做的 是 好,OK 其實很多時我從前有一個 聽到的說法 也不知道是否真是假 就是說 譬如西方國家 加拿大、美國 你要做警察、做軍人 他需要一個很嚴格的體力測試 亦有相當高大的身材 但對於亞洲人來說 尤其是你是女士來說 其實 今時今日還是不是 會不會說 因為我們是亞洲人 可能沒有西人那麼大 那麼高大 就難一點加入警隊 都不是 它的標準 就是 體能測試的標準是一樣的 OK 無論你是男也好 女也好 都是一樣 只要你做到 它就會接受你的申請 我這麼小小的都做到 都要努力 都要去鍛鍊 我都做到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一樣做到 OK 那家企節目的朋友 如果你自己 或者你的子女 你有興趣的話 都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加入加拿大的警察 或者警隊 就是做工的 好了 回到正題了 我們今天講的是騙人 和詐騙的事件 其實很嚴格來說 當然 甚麼是騙人 甚麼是犯法 甚麼是不犯法的 就是有預謀 有企圖 去騙人 譬如說 我知道這件事是假的 但我告訴你 Gabriel 真的 你給我錢 你去買 我去說服你 去買 我明知是假的 但我告訴你 是真的 你給我錢 你以為是真的 但其實是假的 這就是有預謀 有計劃去騙人 但要證明這個 也不是那麼容易 沒錯 所以要 很難證明 因為有很多時 是口筒被拗 譬如 我可以說 我以為是真的 我買給你 當時我以為是真的 這件事是 有少許困難 但我們調查方式 都會調查到 或者是否說 我賣給你 說明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你自己賣了 與我無關 所以這件事 我們都有困難 去證實 怎樣為之 這個人 那個騙徒是知道 他是有預謀地去騙人 但即是說 如果是 真的證實到的話 而去騙人 這就是犯法的 沒錯 那你們會去調查 甚至去抓這個人 我們會去調查 展開調查 拿了證據 如果真的證實到 就會去抓人 我們就會寫報告 給律政處檢控官 他們去排棄 去判 去法庭 上法庭 我們一直有印象 就是如果你是殺人放火 這些很嚴重的罪行 刑事的罪行 警察一定會去抓 或者要起訴他們 但如果你說 騙人或是詐騙 當然也有說 大與小 通常就用金額 去計算 其實你說騙幾百元 騙幾萬元 騙幾十萬元 有沒有分別呢 對你來說 你至於有證據 也會不會 因為 騙幾百元的 就不會理 沒有分別 我們 你舉報得的 我們都會接受 我們一樣都會調查 每個案子都是不同處理 都是逐個逐個案子 我們去分析 去考慮 就算你說是幾百元 就算他真的騙你幾百元 我們都會去落案 因為我們有分 因為我們有分 叫做 Fraud under 5,000 Fraud over 5,000 五千元以上或以下 都是有兩種的罪行 我們都會 情報給 律政 檢控官 但真的幾百元 你們都會去查 會 會 OK 那這個真是 很多時候 一般人的看法就不同了 但反過來就說 陌生人當然就是騙 如果是朋友或親戚的話 會不會有分別呢 都沒有分別 都是 騙就是騙的 騙就是騙 其實親戚和朋友 是最容易去騙人的 因為他們有個信任在 你會信 他不會騙我的 但其實他真的騙了你 當然我們出來行 出來做事的話 就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打開電郵 真的什麼電郵都收到 當然想賣什麼賣物 當然賣什麼賣物 到底是不是賣的那樣東西 也是一樣東西 譬如剛才說 如果舉貨不對版 他說想賣電視給你 原來電視的尺寸又不對 尺寸又不對 年份又不對 這些都是騙的 但是譬如也很多時 最常收到的就是 某個朋友 傳電郵來 說我在倫敦旅行 跌了行李 跌了銀包 麻煩你換500元來救濟 又或者是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就說你想不想一起做生意 我在哪裏有金或一筆錢 我們不如一起去銀行拿出來 我們一起合作一下 收到很多這些東西 問題就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一看就知道 第一沒有這麼大隻甲蠻 第二就是騙 甚至說去倫敦 我昨天才看到他在尹哥華 怎會去倫敦 這些騙的就算騙不成功的話 究竟是否可以報警 也會不會理會 報案來說 我們都會歡迎你報案 但是我們都有建議 如果你說不想 浪費警力 不想去報警 有一個網站 叫Canadian Anti-Fraud Center CAFC 他們這個網站 有很多關於不同的詐騙案 的例子 還有你可以說 Report a Fraud 就算是 Identity Thought 即是有人盜用了你自己的證明文件 Investment Fraud 投資的詐騙 種種種種 就是E-mail 電話 不同的詐騙案 他們都會有解釋有講解 你又可以在那個網站上 Report 去舉報有這些事情發生 可以舉報的 是 如果舉報了的話 那是否又來了你們王家騎警 還是只是 文件上有個案在 我想在文件上有個案 還有他們會知道 原來現在 這個是很trend 就是這個經常發生 他們會可能 再放在網站上 告訴你們 小心 小心 所以其實這件事 就是說 純粹是 當然 你說犯了案 或者被人騙了 當然不好 發生了之後 究竟 是不是去報案 或者怎樣去處理 這件事 當然最好的就是 未被人騙之前 就沒有被人騙 這就是其中一件事 你們警察會做的事 還有沒有其他事 你覺得可以建議大家 就是 幫到大家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騙 騙人的片途 有幾個先兆 或者是 有幾個提示 第一 他們通常都說 沒有時間 你要現在做決定 你要立刻做 要不然 沒有機會 這個機會走了 你要立刻匯錢給我 或者立刻去投資 或者第二個 就是 這個商業秘密 不要告訴別人 是內幕消息 只有我和你知道 或者有時就是 天璣不可洩漏 不要跟家人說 通常 這兩個 警告都會 他可能是被人騙 因為其實 錢在你的袋裡 你有大把時間 你可以去考慮 去想一下 就是停一停 想一想 跟家人 但是有些機會 你現在不抓緊 你真的會走了 船路開了 這些騙徒 都有自己的技巧 可以取到你信任 哄到你 就是 都是他們的手段 但是我們都建議 你們慢慢來 就是slow down 跟家人商量 如果是投資的話 你可以跟律師 會計師 或者銀行的 金融伺服務員 談談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投資 如果又是投資項目 每一個投資者 都是要在 我們的BC證監署登記 你又可以去那個網址 他的網址有中文 我們都看過廣告 investright.org 你又可以問 這個證監會 這個人是否真的有登記 有沒有登記過 去做投資者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時等於說 我想做生意 我想買一件東西 去賣的話 這樣也要去登記 你剛才說的只是股票 對 股票 如果 譬如說 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 這件東西很值錢 我們買了之後 我們有買家 就可以跟著去買 那就不是去那裡了 不是 那你還是要衡量一下 你要自己 真是 還有一句公共佬教制 便宜莫貪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好處的東西 你自己去想一想 但這件事 視乎 真的 對手是如何衡量你 如果你說 你投資10元 會賺到3000元 當然很多人會不相信 等於說 那些電郵來的 就會覺得 這麼大的甲籃 幾百萬或一千萬 在等你和他一起去拿 但如果他只是說 不是啊 你拿500元出來 我們可以賺到700元 這樣的話 可能很多人又不同看法的 所以你怎樣去衡量 這件事 究竟是真是一個機會 或是一個騙案 這件事都是要看自己怎樣去衡量 你覺得500元來講 值不值得這個風險呢 或者500元和5000元可能又不同 都是要看個人 那個人 值不值得去 OK 好了 時間到這裏 當然 這個詐騙的 剛才我們說了一些理論上的事情 實際會否有些案件 涉及華人被騙的有關 我們回來和大家繼續討論